兔子姐姐 小动物为什么不穿衣服呀 快来把衣服穿上 不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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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不穿 哼 小动物都不穿衣服 我也不穿衣服 兔子姐姐在森林里遇到了小刺猬 嘿 小刺猬 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呢 我的刺就是我的衣服 它能让我不受伤害 哇 原来刺就是小刺猬的衣服 太酷了 棒棒棒 兔子姐姐在玩棒棒床 哦 它弹了出去 弹到了绵羊窝里 哇 软绵绵 嗨 小绵羊 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呢 喵 我的毛就是我的衣服 它能让我很暖和 原来毛就是绵羊的衣服 软软的 好舒服呀 哇 像绵羊毛一样的棉花糖 兔子姐姐在吃棉花糖 它看见一只孔雀 哇 孔雀孔雀 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呢 我尝尝的尾巴就是我的衣服 它能吸引更多孔雀喜欢我 原来尾巴就是孔雀的衣服 像华丽的礼服 快给孔雀点个赞吧 你发现了变色龙吗 在那 嘿 变色龙 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呢 我的鳞片就是我的衣服 它能保护我隐藏起来 原来铃片就是变色龙的衣服 太神奇了 小朋友们 你们发现它去哪儿了吗 变色龙已经隐身了 兔子姐姐转头看见了一头狮子 吓了我一大跳 嘿狮子 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呢 我的毛发就是我的衣服 它的让我显得更加的威风 哇 原来毛发就是狮子的衣服 实在是太威风了 兔子姐姐开船遇到了鳄鱼 嗨 鳄鱼 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呢 我的皮囊就是我的衣服 它能起到防水的作用 哇 原来皮就是鳄鱼的衣服 像个潜水员 外婆 我要穿外套 请看下一集